有评论人士指出,关于纽西兰对华政策的这些争议,尽管是其国内党派斗争的表现,但也显示了中国对纽西兰的重要性。 纽西兰与中国的关系是否在恶化? 这一话题12日在纽西兰引发朝野激烈争论,纽西兰反对党和一些媒体综合各种事件认为,纽西兰与中国的关系已跌入冰点。 12日,纽西兰总理杰辛达·阿德恩,反驳了心中关系岌岌可危的说法,但表示,两国关系存在一些挑战。 纽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彼得斯12日,则在议会斩钉截铁地表示,纽西兰与中国的关系非常棒。 纽西兰总理杰辛达·阿德恩,又纽西兰媒体引述的事件一事。 据纽西兰先驱报报道,原定于下周在纽西兰国家博物馆开幕的2019年,中新旅游年活动被推迟。 纽西兰商业、创新和就业部旅游政策负责人戴维斯说,由于中国方面的日程变更,中国建议推迟了这项活动。 纽西兰政府官员正在与中国合作,重新协调开幕一事。 评论称,这是两年前有两国总理亲自商定的重要活动,因此推迟被认为是不同形成的。 无独有偶。 纽西兰总理阿德恩,上任一年多来一直没有访问中国,也被认为是双边关系不佳的迹象。 阿德恩一直表示,已收到中方邀请,会找机会访问中国。 但从去年底到现在迟迟无法成行。 鉴于这些不顺利。 纽西兰先驱报评论说,纽西兰与中国的外交关系,已跌入冰点。 反对党领导人西蒙布里奇斯12日指责说, 总理无法访问中国是外交上的漫步艰辛。 另一部分纽西兰人担忧的既是本上。 还有另外两件事。 一是上周末纽西兰航空一架飞往中国的航班半途被迫返航。 尽管中国和纽西兰方面都说这是技术问题。 但有人认为,在当前的气飞下,这不是巧合。 纽西兰STARF网站12日,引述不具名讯息员的话称, 这一事件与纽西兰航空的舍牌标注有关。 二是纽西兰政府通讯安全预讯,此前决定, 将中国华为公司,排除在5G宽频专案之外。 也被认为是打破了传统。 以往纽西兰都避免将中国列入违反国际网络游戏规则的名单。 新航一架飞机,再飞行刺客多小时后返航。 12日,阿德恩否认对华关系恶化的说法, 称纽西兰会继续与中国保持牢固而成熟的关系。 中国是纽西兰的重要贸易伙伴。 他还称,尽管排除华为的决定,有一些疑问。 但在涉及国家资料安全的问题上, 这是纽西兰政府通讯安全预讯的正常决定。 有评论人士指出, 关于纽西兰对华政策的这些争议, 尽管是其国内党派斗争的表现, 但也显示了中国对纽西兰的重要性。 2018年, 纽西兰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为261亿纽西兰元, 贸易顺差为36亿纽西兰元, 而纽西兰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为6.999亿纽西兰元, 贸易逆差为1.09亿纽西兰元。 此外, 这也反映了一部分纽西兰人对外交政策背离独立自主原则的担忧。 纽西兰嫌国家党政府贸易部长伯顿, 就直言不讳地说, 对纽西兰来言, 亚洲和中国, 如今在经济上更为重要。 并将继续如此, 纽西兰和中国在一些问题上, 存在不同看法。 但纽西兰不能和当前的美国政府一样妖魔化中国, 而必须保持中立, 与双方都建立友好和建设性的关系。 番外, 昨天, 纽西兰总理阿德恩, 在记者会上, 再次说明了新行义飞往中国的航班返航的情况。 而在纽西兰副总理温斯顿比特斯, 就此事回应反对党时, 还出现了更像搞笑的一幕。 这位副总理嘲讽炒作此事的反对党议员中国单词发音不准。 他打去说, 现在我成了了解中国的专家, 但你说的丑呢我就不知道是哪个国家了。 环球网, 环球时报微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。